在健康方面就很奇怪了 我还没认识腹法之前 我的健康就已经亮了红灯 我有见了医生 念了血 见了专科医生 他告诉我的肝的问题 他说你的肝的毒素非常地高 你要很注意 他问我 你是不是喝很多酒 我说有喝了 不会喝很多 他说就很奇怪 不然你要去注意尽量不要喝酒 但是我也尽量地不要去喝酒 经过了整年里面 所以我每一天我要喝2000cc的水 一大幅的水 喝了整年 但是每一只要去小便很麻烦 但是身体非常地热 后来有一天 认识了这个腹法之后 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他讲Ken 我有一个中医师很出名的 他是珍贵的 有这个文凭的 他会来到福庸做慈善 帮助一些人 这个做医诊是免费的 你来吧 这样我就去看 去看了这个医诊之后 这个中医师告诉我 你的这个肝非常地严重 假如你不好好地处理 你的肝就会硬化 这么严重 我说 这样我就问他 师父有怎么办 他说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就去每一天去蒸两个小时的这个瀑布的山水 这样子我就很麻烦 这里是有瀑布了 不过你要蒸两个小时要有时间 我说师父这样有什么办法 他告诉我 有啊 你就每一天喝两杯三汤匙的这个糖的水 白糖水他说 我说喝白糖水会中糖要不要 他说白糖水会移并的 有用途的 你相信我 然后他就开了一些这个青草药给我 然后配上他的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 就清除了我这个质度的肝的问题 然后再继续下去 头尾是在六个月里面 我已经有差不多九十八千的 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我有到回专科医生去看我的这个情况 肝的问题 在咽下我的血 他说很奇怪 他说 哥先生 你的这个肝的问题 已经好了 差不多有差不多九十多巴仙 你是怎样的 我说我听你医生说的 对不对 不要喝酒 多喝水 不过有吃一些青草药 这样很好 你继续这样下去 父法是帮我遇到贵人 就是说 父法上我们健康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会遇到 他会指点我们 有贵人来协助你 就是你要相信这个父法 你要告诉父法 你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你其他的状况 他会真的会帮到你 当然在这十四年来 我无法曾经帮过我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较严重 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我患上了脊椎 脊椎的一些毛病 当我患上这个疾病的时候 去接了好多位医生 西医 几乎每一个西医都建议我马上去动手术 开刀 把突出的部分割除 幸好就是通过师父的帮忙 建议关怀 然后给还有护法的开示 护法把我选择了一位很好的中医 建议用推拿和针灸的方式去治疗我这个疾病 当我在治疗这段期间 我遇到很多像我这样子的病人 就是同样患上脊椎盘突出的疾病的 有一半以上他们都有去接了西医 而且还动了手术 就是把突出的部分割除掉 结果在跟他们谈话之中 发现到手术之后 过了半年一年 那个疾病疼痛又复发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跟断 只有通过传统的推拿和针灸方式 才能够去治疗完全的治疗这个疾病 在两年前 我在继续修持金甲乌护法的过程中 我的健康上碰到了一些障碍 所谓的 我也相信这个是我本身的业障吧 那时候我就被医生诊断说 我的就是我患上了第三期的乳癌 那时候我就马上请示 尊贵的占杜古仁伯切 他那时候给我的指示是 就是在我继续修持我的金甲乌护法的 法门的同时 他也指示我修多结雄灯护法的心咒 他说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 除了金甲乌护法可以帮到我 多结雄灯护法肯定也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 在治疗的过程中 我是觉得很幸运的 就是不但遇到了 就是适合的医生 在整个诊断到治疗到化疗的过程都很顺利 我在短短的八个月里面进行了我的化疗 电疗 手术 以及就是整个疗医过程 就花了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 那在整个治疗期呢 我是觉得我本身凭着对护法的信念 我每天都持送护法的心咒 在整个治疗过程 我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副作用 还算蛮顺利 而且我本身比我在患病之前还要健康 比如说仁慕切的资深弟子陈桂霞 他在1992年就认识了仁慕切 当时仁慕切就教他念 宗盘巴大师的咒语 还有护法咒语 那他就花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来念这个咒语 完成了一百万的宗盘巴大师心咒 还有三百万字的多杰雄灯护法心咒 那就在大概六年前呢 他就是突然间发现了他得到的食道癌 食道癌是 在中医里面食道癌是四大难症之一 是非常非常难治疗的 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癌症 然后病发之后呢 而且还是第三期以上了 就非常非常严重了 然后仁慕切就见了他 然后做了占卜 给他一系列的法会去做 修行去做 然后他也照做了 因为他对仁慕切非常有信心 所以仁慕切所叫他做的东西 他都照做了 而且做的百分之百 这样呢在做了几年之后呢 然后他有一次 他再去复诊的时候 奇迹出现 医生告诉他就说 你的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疾病 医生说这是千分之一的机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治疗的一个癌症 所以就是因为他之前呢 有做这个八年的时间 念诵了三百万次的护法咒语 然后再加上他对仁慕切的信任 再加上他坚持的做这个一系列的法会 在新加坡是一个很竞争力强的一个地方 那在04年的时候 多杰熊登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进入马六甲 然后也制造了一些条件给我们的集团在马六甲发展 那时候就就像我说的 就师父跟多杰熊登 他们两个就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让我们知道马六甲是一个很大的潜能 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也成立了英雄广场的时候 也是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那挑战当中我们就一样 我就像多杰熊登要求了一些寝室 当然就市政府不批准很多东西 那当然那边的投资者也对我们没有信心 那完成项目过后呢 我们要带那些商店进来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听到马六甲三个字 也不愿意进来 但是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去克服 那也是因为多杰熊登的帮忙 然后三年前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第一家酒店 就是会胜酒店 那时我们要成立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我们是指我父亲跟我弟弟 就我们也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们觉得酒店是行得通 因为马六甲就像我刚才说的 接近一千五百万的人口的话 你那边是不够酒店房间来供应的 一样的我们就很幸运的 就遇到了请到了对的人 遇到了贵人 那也是经过我们无数的我对护法的请求 然后他就一一的帮我们解答 就第一当然就是我们的设计方面 他帮忙我们找到对的设计师来帮我们设计 那等要找人管理的时候 很巧的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管理 一个短暂的管理课程 让我可以过去学一点 同样的同样时间让我请到了一个好的总经理来管理酒店 所以一样一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就是因为我们对就我对护法的信任 当我每一次念这个行咒的时候 我都会回向 当然会给自己钱 给自己工作 种种的问题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一个慈善工作 帮助洗身的病人筹款 和这个三款 我也要去收的 然后就很顺利的 当我每一次 早上起来要出门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念这个行咒 念了行咒我会说我的工作的情况是怎样 很顺利的都很顺畅的 会收到这些三款 也很顺畅的 收到这个钱帮助洗身的病人 其实我是很简单 我是持你的心咒 还有做一些金酒的供养 一般上每次我出门的时候 我要出去采购或者做佛像的时候 我都会每一个晚上 我回到酒店 我都会做一些修炼 我们自己的功课 我出门去工作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出炉如贵人 有很多的帮助 有时那些商家知道我要找些什么 很容易就会带到我去买我要想找的东西 又重有就是 我现在开始有做一些佛罪的设计 就是要做一些判断的设计 我又不是很有创意的人来过 当我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就会念一句 然后求无法帮助我 这样我就会有一些很特别 很创新的一些设计出来 我在认识多杰雄登之前 本身我是修持金甲医护法 那是在八年前我就开始修持金甲医护法 在那个时候我本身在工作事业上碰到了一些瓶颈 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好有机会接触到科切拉佛教中心 以及遇见了一位尊贵的上师 赞杜狗仁波切 那时候科切拉有金甲医护法的法会 每个礼拜我都会很准时地去持修金甲医护法会 参与他们的就是每周的金甲医护法会 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感觉到由于我上了这个金甲医护法的法会 本身也有在家里修持 感觉上我在事业上的所碰到的一些压力 或者不顺利的过程都慢慢地隐忍而解 所以我本身对护法的信念是蛮坚定的 在我个人的生意 之前我还没有认识这个护法之前 我也有投资很多东西 也失败了也亏了我好几百钱 然后就当我亏完了这个钱之后 就脚踏失地我的工作赚一些钱 但是还是不甘愿 当有存到一笔钱的时候又再投资 又再失败又再亏了 然后我就接触了这个护法 这个朋友告诉我 其实你更要修这个护法 他会帮助到你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这样帮助我 他有告诉了我很多 然后我就是念他的心咒 当我念他的心咒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请教这个护法 就有好几次几个朋友都要找我投资 但是我自己的心就不很稳定 不知道要问谁 然后我就每一天早上就念这个心咒 就求这个护法 告诉他有人接触我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生意可以做的话 我就会继续地顺利帮我接洽 假如不能做的话 你就帮我散开吧 然后就很奇怪的 他就会帮我散开这个不可以做的东西 过后我就知道不能做了这个工作 好像有一种很好的意感 我就告诉我的朋友 因为我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做了 我说你也不要做了 他不相信他就去继续地去 在短短的六七个月里面 他就亏了整六万多块 就是证明得到 就是护法已经有给我一个提示很好的 所以讲过后有什么事情要投资的话 我都会问护法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不过我一直在修持了大概半年之后吧 突然有一次我在从北往南之后呢 在路程当中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那时我记得是在晚上下着非常大的好意 我们是四连创的车祸 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吗 还是当时也有其他的车祸 当时是我载着我母亲还有我妹妹 然后在开车途中呢 我听到一声砰 撞击非常大的声音 所以当时我知道说前面已经车祸了 创车了 然后当时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把刹车器踩完 然后当时感觉就是凌空 全部东西静了下来 不过知道轮胎不听使唤的 还是冲着过去 几秒里面呢 听到一声撞击一声第二声 那就是我的车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整个人都待了几秒钟在车 然后我很幸运地在下车一看 天哪那个车前面后面都撞得非常严重 这辆车几乎都不成形了 然后再看一下我家人完全没事 然后我再看前面跟后面那辆车呢 就是第一第三第四呢 全部都撞得非常的严重 我记得我前面跟后面都是大型的车 他们的车都撞得蛮严重的 然后我的车是比较小辆的 所以基本上前面跟后面已经撞得蛮严重 不过非常惊讶的是我们一家人竟然毫无损伤 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脑子里面就想起来 天哪一定是护法 我想不到有其他的人可以这么奇迹的 我们竟然毫无损伤 当时我那个时候在心里我非常肯定的 这肯定是护法的帮助跟加持 然后我的信心对护法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到今天 我记得我在去年 2014年7月12号凌晨2点的时候 我发生一场意外 我记得我家那辆车最少排到百三百四 我创进一个大龙沟 这辆车整辆车马上就着火 整辆车就烧到完 我人就下车了 但是我一点点伤都没有 我相信假如是护法是邪恶的话 他应该那天我就没命了 所以我相信护法都在保护在我的身体 但是他帮了我那么多 我相信护法也没有要求过我什么 我真的很幸运的 很感谢这个护法一直的帮助 也有护法的心咒 只是短短的重复的念 越多越好就有这个效果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修护法 是只是求心灵上的瓶颈 没有说特别要怎么样的请求 可是在修的当中 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 之后我看到在心里面的问题 有了很清晰的答案 然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那一条路 就是分开跟我的先生 我们是在很平静 大家很和谐很同意的情况下分开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能够这么和气一下分开 我想应该是多极熊灯在我身边 一直在务持着 我没有想过离婚可以这么样的平静 跟就是大家都OK 你知道吗 然后就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我跟我丈夫到今天还是好朋友 前夫 对 前夫对不起 有小孩吗 有两个小孩 分开之后他们两个小孩是跟着我的 其实你说不容易 然后可是一路走过来 可能是多极熊灯在我身边吧 很多问题是有的 可是一路上就不断的解决 然后 他给我很多 就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身边 给我很多勇气 我从来没有绝望过 因为 那个时候是有着很大的勇气的 就是觉得没有关系 就走下去吧 孩子也很懂事 然后我还会充很多时间去做佛法事业 我觉得很幸福 我是通过我的好友 就是介绍我这个多极熊灯护法的持修法门 那么当时呢 他知道我就是面对一些困扰 就是然后他希望我能够通过这个修持法门之后呢 能够解决我的这些困扰和障碍 当时呢 就是因为困扰我的问题呢 就是我有一个女儿嘛 然后自从她出事之后呢 她是属于天生可能就是比较敏感型体质 那么她就时不时呢 她会就是可能会感觉到一些负面的干扰 那么当时呢 就是对我来讲 身为母亲的我呢 就是觉得会比较难带 那么她会 就是说到晚上常常会哭闹 是 那个也是 那么除了哭闹之外呢 就是晚上也比较不容易睡觉 就是比较难眠 还有就是 产生病啊 就是严重 严重的话呢 就是曾经就是入院过两次 那么当时都就是 很困扰我 因为孩子还小嘛 常进院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也这样子的问题呢 也困扰我就是在工作上 所以当时就是我的这位好友就希望说 我可以通过多吉熊登护法的修持法 之后呢 能够可以加持我还有加持我孩子 这样子 慢慢的刚开始 但是随着需要时间 这个是需要时间 那么持修了不久之后呢 生病少了 那么她也就是开始比较活泼 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照顾了 就是晚上最重要的食材 只要能够友好的充足的睡眠 那么之后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为自己在18岁的时候 独自住在宿舍 在宿舍里时 就每次要入睡的时候 都会发现到自己被一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 而且那时的我也是短法 但是早上睡醒时都会看到说床边都有长法 所以就感觉到很害怕 而且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定下来 那时候就开始念诵多吉熊登护法的咒语 那时候我是每天晚上就会念护法的咒语 念诵到自己入睡为之 当自己念诵的时候就不会说感觉到那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上 但是早上还是会看到头发 但是也是有减少 当自己去到一些比较阴森的地方的时候 都会念护法的咒语 当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心情比较好 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也会求护法保佑自己守护着自己 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害怕 但是我已经有做护法的修行了几年了过后 都发现到说每一次去到阴森的地方念诵的时候 都不会说我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害怕说会被灵体干扰 对干扰如果是说是很像有一副眼睛看着自己的话 还是会有的 但是说如果他们会碰到本身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只是说会觉得说有眼睛看着自己 但是从来不会说被他们碰到还是掐着自己 这样的经验都没有了 最主要呢就是修熊灯它最主要就帮我们消除外在跟内在的障碍 然后最主要就是因为每天我都有在做丑供跟金酒供养 这两个是帮助消除障碍最大的一个好处 外在的障碍是因为我每天我是一个时常发生车祸的人 就是因为我的不小心啊怎么样的 然后自从我修持了这个金酒供养过后呢 我发现我发生车祸的频率已经减少了很多 然后我的身体也比较健康 因为在我加入佛法家庭之前呢 我的身体是非常体弱多病的 然后至于内在的障碍呢 我觉得是由我的母亲 由她的口里我才知道原来我 自从加入了佛法事业 还有修持了多杰雄灯后 为我带来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啊 固执啊不听话的一个小孩 她有一天就走过来就告诉我说 女儿啊你改变了非常的多 那我就问她 我改变 我为什么改变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旁观者清嘛 她就说 我们家人都觉得你平静了很多 我脾气也减少了很多 然后我才慢慢的回想回去 原来 其实多杰雄灯它是一位智慧之佛 其实念诵它的心咒呢 就是会让我们开窍 然后吸收佛法知识也比较容易 从中呢你就会 因为张登国仁不切的教诲呢 就是它的开始 也帮助我在心里上的转化 帮助很多 多杰雄灯的心咒也帮助了我的记忆力提高 还有我的专注力也提高了很多 就这两点就足够了 在我的佛法事业上帮助了很多 其实给我的事业上很大很大的帮忙 就是因为我一直就不习惯 在整个环境就非常的 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佛华 然后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心里面定下来 然后你要看透整个环境是怎么运作的 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 因为有时候 我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是有问题 我觉得是以前 现在我觉得 就是我学习佛法之后 我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当时候在 在现在 在整个环境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我一直在 就是跟别人比较 就是说为什么 那个人不喜欢我 那个人又怎么样 这个又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时常在寻找这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是自己本身可能是很敏感 然后就不听别人的批评 有什么人批评我就觉得很生气 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这个开始就是说 在外面其实一切都是在运作 其实是没有变的 其实如果是你要适应外面的世界的话 然后自己本身的心态要变 然后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学习到的东西就是 我在改变我自己的坏习惯 然后就是整个 把自己不要 就学习到不要这么敏感 然后就去关心别人 去听出别人的意见 然后跟批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佛法里面学到 是我的上师教导我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个案 那这位女生 就是她在登山的时候 她脱离了队伍 那她在山中失踪了 那她的朋友 也是我们Kachira的其中一位会员 那她就跑来向我们求助 那当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第一次去 就是去到那个山底下 去希望能够给予协助 但因为很多很多的客观原因 没有办法帮到她 那第二天我们 我们再去的时候呢 那很奇怪的 那我就抱着 我去的时候呢 我看着 因为在我的人就是她的朋友 她非常的焦虑 一谈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那她就 就整个就要哭了出来 然后她还告诉我说 我真的是希望我今生可以再见到她一次 能够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说清楚 那我就心里想 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定要帮她 能够做到我一定要做到 那我就抱着一种心态说 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能够帮到她 找回她的朋友 那我们就这样子 就是一路上去到了那个地方 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 我迎面而来的那一个当地的朋友 就告诉我说 她一定是得罪了三神啦 她一定是得罪了一些就是土神灵 所以被土神灵困住了 民间说法都会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办法出来 那个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整个山下的感觉是 那个气氛是很僵的 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整个空气是凝聚着 一种就是紧张然后焦虑恐惧的感觉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就想想 罗伯契曾经讲过的话 所有的众生都是有灵性的 所有的众生都应该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她 那我就马上告诉我自己说 我转换一个心态 说我就告诉我 我这心里在想 我等一下我上到山的时候 我一定要很开心的告诉这边的土神灵 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帮一个忙 请求你可以把我这个朋友放出来 因为她的家人很担心 我就心里在念着我没有说出来 那我就买了一些就是所谓民间的那些就是 就是金子 蜡烛就上山去了 那就胆处处的上山去了 那我觉得那个上山的过程是很恐怖的 因为那个山是非常斜的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 然后上到半山的时候呢 我已经趴到脚软了 我就赶快跟司机说我们就在这边好了 我们就在这边停着 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些祈祷就好了 那就在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就是我就开始把那些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拉斗公或者土神灵的香足 就插着 然后就开始诵经 那我就心里默然告诉她说 我是战斗古伦伯雀的学生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要祈求你 把我的朋友带出来 因为她的家人很担心她 她的家人很挂念她 那我想了这个念头 然后我就开始送腹法的星咒 那我在送腹法的星咒的时候呢 在送到一半的时候呢 那威风就开始起了 然后就听了很多很开心的小鸟的叫声 一些就是猴子的叫声 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下山了 然后就这样子 在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就出来了 那其实她那一天呢 其实她已经是 那一天已经是失踪了三天了 一直 怎样 收查队伍 进进处处已经是 收了三天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所以她是安然无事的 就这样子从300年走出来 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去讲的话很对 如果你今天用慈悲心 或者是你用你的爱心 你想要去做的那个 就是完全单纯的想要去帮这个人的话呢 有些东西是会发生的 这是我的感受的那种腹法的力量 所以那时候念的是 只是腹法的星咒 而且也只是念108次 那么短短的 可是东西就发生了 其实是有好几件 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 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呢 我们的家里呢 通常都会安置一些土地生 然后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呢 就是他要搬进新家的时候 然后在他还没有搬进去那间家之前呢 就装修了整10个月 而且他把之前的留下来的这些土地的这些 土地神灵的佛坎 土地神灵的佛坎 还有天宫的这些佛坎呢 就是通通从他家清除 然后一律的就是 只是这些印尼工人呢 把它丢掉 自从他丢弃的这些佛坎的过后呢 就引起了这些印尼工友呢 面临很多的灾害 问题 这些问题呢 就是包括他们就是忽然生了一场大病 还有他们发生意外 就这样呢 这位朋友呢 就来请示占逐人工界 占逐人工界说 他已经是冒犯的当地的土神灵 所以希望呢 他可以的话呢 就是第一要道歉 第二呢 在他的家宗室的过后呢 也特地就是设立了土地神灵的神灵 的神灵的佛坎 对 对 神灵 然后呢 在定期的做供养 这样呢 请求这个当地的土地呢 的喜怒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 师父呢 要我们就是请示我 就是到他家呢 做多杰雄灯的这个法会 通过这个法会了过后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 请了这个土神灵 然后安护了土神灵 在这之后呢 整七八年的期间呢 他的家都是很平静 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骚动 然后我们就是 他家里的家里的家里